那時候我是從台南 然後要北上 然後大概是晚上11點59分被撞的 所以我在空中的時候過了12點 然後停下來 8月1號 快點 真的真的 在空中跨了一天這樣子 然後那時候其實也是 剛上高速公路10分鐘 那個車是新車 我那台車大概開了4年 對 然後在發生之前 我們才換了4顆輪胎 然後貼膜什麼東西都重新弄 然後才去保養 然後才加滿油 然後上高速公路10分鐘 然後因為其實那時候速度很快 大概也有8 90 所以高速公路 高速公路 一定要 對 但還好那時候前方車 跟後方車都算不多 離我們很遠 因為我一撞上來的時候 我只聽到一個很大的一個 往前的這個力量 然後砰 然後接下來就是 車子是這樣子90度 轉 然後就開始搬 所以其實我不知道翻了幾圈 我只知道有一度 我的頭是在下面 然後呢 聽說在這個時刻的時候 時間會變慢 很慢 因為我們還可以講話 我還在那邊 還可以講話 對 我覺得很久 因為通常撞過不是砰 就結束了嗎 可是我覺得我們那一個很久 因為我一撞的時候 我就像你講的 你會不敢相信 你覺得這是假的 然後過了好幾秒 安全氣囊一彈出來 那一瞬間我才發現 你看安全氣囊長這樣 從這裡彈出來 好險 我那時候還可以想 那這真的很嚴重 那有車子很嚴重 安全氣囊炸開是零點幾秒 可是在你車窟當下 那安全氣囊也是慢動作 對 所有的東西都慢動作這樣 然後我那時候 本能性的 有一度有叫出一聲 就說 然後我老公還跟我說 小聲一點不要叫那麼大聲 還可以聊 還可以叫大聲 然後我就說 主要說救我 因為我不知道該怎麼辦 你完全什麼東西無法想 然後後來停下來之後 我是 我的車門是在地上 所以我是這樣 然後我老公在上面 然後他的腳感覺 有點卡住 對 然後停下來的時候 我聽起來滿浪漫的 那你有其他一聲嗎 那是蜘蛛人的那種吻 對 蜘蛛人的那種吻 那種結婚 因為車子裡都是煙 然後我當下想的是怕爆炸 因為我不早就趁跑出來 然後還好玻璃都沒破 所以我們沒有被割得亂七八糟 然後那時候我也是確定 我下半身可以動 我把安全帶拿掉之後 我就站在我的窗戶上 然後後來我就想說 那怎麼辦 我們打破車窗 然後說不行 太危險了 然後後來他就說 他看看他的駕駛座的門 能不能推開 發現可以 可是很重 一定要兩個人 所以我們兩個就是一起 合力把它推開 我那時候就想說 按喇叭發出聲音好了 因為其實那一刻 你完全不知道東西南北 你不知道你被撞到哪裡 然後甚至你不知道 有沒有下一波 你只知道說 我要趕快離開車 對 因為你還在 高速公路上的眼 所以我就一直按喇叭 然後他一爬上去 他就嚇到了 因為我們的車子的肚子 是這樣子 所以是面對快車道 所以他們過來是看不到我們 因為整個是黑的 對 肚子是這樣子 底部是朝著大家的方向過來 所以他說他一上去的時候 就看到有好幾台車過來 所以他就一直揮手 所以他看到至少兩三台車 很靠近然後馬上轉 然後我就馬上轉 他說 老婆你要趕快出來 會追撞 然後我才想到這件事 我就趕快爬出去 然後我們跳到安全島的時候 其實我們倆胸口都超痛 那時候真的也是腎臟腺素 後來也是一直揮手 一直揮手 之後警察救護車那些 全部才過來 對 那叫妳的人呢 當時我一起來 我本來很擔心他 我想說他也很嚴重吧 可是整個國道沒有車 然後我想說 是被鬼撞嗎 怎麼會沒有車 然後後來就發現 不對不對 這個怪怪的 然後警察還說他嫁 他逃逸了 造逃了 然後造逃的時候之後 其實一度是很絕望的是 因為我們的行車記錄 也很特別 被撞的時候 前後兩個都沒畫面了 只是等到停下來之後 才又有畫面 所以整個過程都沒有 對 然後後來去調那個 離我們最靠近的 兩台監視器 因為他說 凱米颱風把它弄壞還沒修 然後我就說 是你想凱米颱風過一個禮拜了 就這麼剛好 那兩台的前後全部都正常 就那兩台是壞的 所以我完全看不到 但是還好 我真的覺得還好 他有留下線索 他撞我們很用力 所以他把車牌跟LOGO 都印在我們車上 那真的很用力 車牌跟LOGO 就是四個數字都很清楚 都印上去 你車還這麼硬 印上去 那你車很軟耶 他很用力 這叫做 凸板印刷 他很用力 然後LOGO也有 可是英文沒有 後來警察就去調 就說前後發現 在我們附近車真的有一台 那個車牌 那個數字 然後是誰 後來一追蹤發現 好毒販 對 然後就知道說 他很多的前科 而且他年紀也有六十幾歲的人 天啊 對 所以後來警察去通知他 什麼他都不到案 最後是去抓他 抓他之後呢 他也就講說我沒有錢 因為他還有很多費 也都沒有繳 就是擺爛 然後車子也都完全沒有任何保險 沒有任何的 所以他沒辦法賠 律師就跟我們講說 真的最壞的打算 就是拿到任何錢 但是就開始鼓勵我們 還好你們活著 人沒事 平安就好了 活著就有希望 我就轉念毛葉 只能這樣 要不然你會很痛苦 你會覺得我也太衰了吧 怎麼怎樣這樣這樣 可是我後來就想說 好像從那天開始 覺得每一天都賺到的 所以我來看到你們 就會特別地 開心跟感動 對 好恐怖喔 不要哭啦 來啦 這邊眼鏡送給啦 眼鏡送給啦 送給你啦 不要哭啦 十萬多塊啊 真的耶 歷節歸來的感覺 真的 也要想 這是一個劫難 在那個最重要關鍵的 moment的時候 有一隻無形的手 擋住了更進一步的災難